- 嗨! - 嗨! - 司緣 晚安 - 家豪 晚安 - 哈囉 鍾情 晚安 - 謝謝司緣的月動音符 - 奶奶在叫 - 強大山鼠圖 晚安 大家好久不見 家樹好久不見 姐夫好久不見 奶奶怎麼在鬼叫奶奶 在跟爺爺講電話啦 酒蛋晚安 以為有貓 還好你是說貓 我以為你會說 你怎麼有豬在叫 好 謝謝家好的豬豬你喔 謝謝酷酪酪的嗨 哈囉餅乾王子 謝謝巴巴的緊張 謝謝太空的LOVE 是不是說奶奶是豬 奶奶巴巴說你是豬 奶奶他不是豬咧 奶奶是雞 他是雞 他屬雞 謝謝家好的新知冠 休者晚安 但是他是一隻懶惰的雞 人家雞都很早起 四五點 清晨天一亮就起來 來叫然後開始做事了 然後我們家奶奶不是 現在看起來小豐仔的嗨 鞋子晚安 哈囉馬亭 平平 為什麼那麼多人跟我說早安啊 為什麼那麼多人說早安 是你們跟我有時差嗎 雞還有懶惰的嗎 我們家這個雞就是個例外好不好 我們家這個雞就是個例外好不好 謝謝Akira的月動音符 生效啦 奶奶的生效是屬雞 現在不是白天嗎 為什麼你們跟倉鼠國有時差 謝謝Akira的月動音符 謝謝Akira的新知冠 哈囉愛上 謝謝Akira的新知冠 謝謝Plus的新知冠 謝謝Martin的Hi 謝謝Martin的Hi 經濟晚安 林結晶 是結晶來了嗎 倉鼠谷不只是时差还有季节差 大家看Mina今天穿的 你知道是夏天 Nazuki的 穿了夏天了好不好 季风亮晚安 谢谢温如的木宝箱 富伟哥晚安 谢谢鸡腿的love 谢谢草莓酱的新吃瓜 奶奶的衣服 你们怎么知道这是奶奶的衣服 有这么明显吗 有这么明显吗 我想喝再睡五分钟晚安 我也想喝 不过 你们知道吗 要再睡五分钟是 滴妹新开的饮料店 好可爱喔 可是一杯单价蛮高 而且现在因为新开幕 所以好像 要排队排蛮久 还要0号码排 这是对于我这个懒惰的人来说 这个是太麻烦了 没关系我等他 开久一点 人潮没那么多再去 我们不要跟人家抢排队是不是 谢谢黑雕的玫瑰 这片叶子是姐姐的 叶子 我是叶子吗 今天是叶子 奶奶的衣服很露 哪有很露啊 这是小露杜猪而已 不算 这算是保守的了好吗 东东晚安 哈喽塔瓦哥 摄影晚安 商业晚安 谢谢东东分享直播晚安 冰豆角晚安 谢谢茄子的心之罐 等握手会握完再去买 等一下 什么东西 握手会握完那就握不到手了好吗 谢谢焊焊的心之罐 懒惰的鼠 我哪有懒惰我很勤劳好不好 我是勤奋的老鼠 只要我换一套衣服 就有人猜是奶奶的衣服 只要比较露的都觉得是奶奶的衣服 是不是 这是奶奶的新衣服 她都还没穿过 我就先借来穿 谢谢夏儿的心之罐 因为没有衣服了啦 谢谢花生糖的嗨 经过人太多直接放弃 排队排完都渴死了 对不对 不然你知道先买别的手摇饮料 然后再去排另一家手摇饮料 排完应该差不多上一杯喝完了 谢谢 这名字怎么念 龙翼子 天皇的嗨 谢谢喜乐库满的石头 竟然会借新衣服 其实这种类型的衣服 我最近也很想买 可是因为奶奶想买了 就是她 因为我们衣服常常会互穿 所以她如果有买类似的衣服 我就不会再买 谢谢黑金的草莓 谢谢巴巴的嗨 今天是绿草第一周年 今天真的喔 话说各位明天是520耶 明天是爱你们的520 今天是绿草第一周年 所以我特地穿了草的颜色 虽然我不是叶子好吗 各位我今天是绿草地 谢谢茄子 还有谢谢博弈的嗨 拜拜 这件肚子太肉了 还好啊 这个小肉一点 那种若隐若现的感觉 绿草地是黄色的 绿草地是绿色的 绿草地是绿色的 但是Mina在绿草地 穿的衣服是黄色的 对我没想到欸 等到今天就穿那一套了 不然明天再穿 Lawrence晚安 谢谢June的嗨 一年前跟我约会被打两次 爸爸你不要讲这种 让人家误会的话 这样别的粉丝没有参加到去年的那个 约会的活动的都不敢来找Mina了 这是人品的问题好不好 爸爸人品很不好 好 去年我是戴草帽 不过今年的这个时间 戴草帽也有点奇怪哦 因为去年的这个时候好像蛮热的 不过最近好像一个礼拜都一直下雨 这种天气 雨天戴草帽有点奇怪 变冷了 对啊 我一po 我一po很戴着毛帽的穿搭 然后就变冷了 综合喵喵怎么去年没有被打到 什么你们这些抖M想被打吗 今天是罗宾呢 为什么是罗宾 罗宾 罗宾的代表色是绿色吗 你们说航海王的妮可罗宾吗 他有代表色吗 他不都穿黑色皮衣吗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勇哥 今天的Mina也 好久不见了 罗宾看是什么啊 我只知道罗汉国 是不是差有点多 那时候妙妙还没让MinaQQ 别说了 大家都是 但是一开始都很专情 然后 发现了更多成员之后 就开始花心了 绿场D可以被打也可以被骂 真的看你们的造化啦 罗宾汉没听过吗 我没听过耶 爸爸刚刚说什么我没看到 神威晚安 那吃吃Mina让综合喵喵哭哭 有吗 我怎么可能让我的粉丝哭哭 舍不得我的粉丝哭哭 神威晚安 神威晚安 哈啰夜兰 晚安 好久不见 昨天是星期一 星期一通常晚上Mina都有直播 但昨天没有直播 大家是不是想我了 谢谢夜兰送我 那什么东西 爱你哦 谢谢夜兰的爱你哦 英国的廖天丁 廖天丁我有听过耶 但我也不是很清楚廖天丁是谁啊 廖天丁是干嘛的 好像我很笨一样 我听过这个名字 但我不是很确定他是干嘛的 廖天丁劫富济贫 哦是个义贼 他飞檐走壁哦 他是一个侠客 真的 廖天丁水他是个侠客 那我把他跟谁搞混了 有一个那个 唱歌的那个 有一个唱歌的人 他叫什么啊 廖 廖什么 还什么丁 蛤 廖天丁是以前台湾对看日本的义下 所以是很久的人物了 廖俊我不知道耶 哈啰姓伟哥晚安 所以罗宾汉是个外国人 他是男生吧 我今天像罗宾汉 为什么 罗宾汉都穿这个衣服吗 google就知道 好我来google一下 罗宾汉 为什么说我今天像罗宾汉 罗宾汉是绿色的 有人长绿色的样子 罗宾汉是流浪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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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喔 诶怎么很帅 怎么有点帅 可是他哪有穿绿色啊 诶是这个吗 诶是这个吗 等一下喔 诶 你们说这个吗 诶 这个穿绿色的罗宾汉 罗宾汉他是 他是这是什么 这是狐狸吗 这是狐狸吗 诶 迪士尼的 所以你们说我穿绿色像罗宾汉 罗宾汉有这么性感吗 罗宾汉他穿的是连身的诶 那个是动画的 所以不是这个吗 罗宾汉 啊 诶 啊是这个吧 这个 这个罗宾汉 怎么好像很帅 好像很帅 是这个 这个对了吧 绿色的还有彼得潘 对啊 那你们怎么会想到我像罗宾汉 我姓潘 诶大家知道我的分明吗 我姓潘 我姓潘 那我应该比较像彼得潘 能找到好看一点 你们说他丑 你们说他丑 我要叫国术 我要召唤国术来咯 你们说他丑 大胡子很帅气的好不好 真是的 王子狗狗晚安 哈喽指成晚安 原来是彼得潘 哈哈哈 哈喽 韦伯晚安 彼得潘姓潘 对啊 我也 米娜潘也姓潘啊 你们都忘记我姓潘了啦 希望可以抽到这次的minicon 哦 哦对耶 这次很快哦 在 一个 等一下哦 今天是5月19 差不多在两个星期 嗯 在两个星期就可以跟大家见面了 虽然这次是抽选的 不过至少可以跟大家一部分的粉丝见面 就很开心了 哈喽 米娑晚安 谢谢喜乐库马 喜乐库马要走了吗 喜乐库马要睡了吗 谢谢Kate的早安抱抱 去烧香拜拜 烧香拜拜 拜拜吧 烧香拜拜 就真的拜拜了 不管有没有操作 都希望演出水里 谢谢茄子 今天的天气其实蛮凉的 对啊 所以我也有穿 我穿这个穿是针织的衣服 也蛮保暖的 只考前一个月minicon 呈呈现专心拼考试啦 minicon 之后应该每个月也都定期会有的 到时候来参加也不迟 奶奶怎么了 奶奶在讲电话吧 昨天买会员来得及 充满杨树你怎么昨天才买会员 可能会来不及耶 因为他好像是 办会员好像需要审核才有时间什么的 所以如果昨天才办可能来不及耶 没关系下次还会有机会的 但是杨树昨天办会员要记得 还有一件办会员才可以做的重要事 就是要帮 帮你喜欢的YUNI投票 要记得投 YUNI DESY 这样子我们才可以有机会 穿可爱的企鹅装 只想天天天 只想天天在一起 如果隔一天天是新的面秘 然后 还有一个小小投票是在 Hello 我是哥哥的 就是大家如果想要看Mina去 再上一次 我是哥哥的话 要记得投给Mina还有小迪 这个组合 我们又可以去看动物了 不知道是去哪里的动物园 好想去喔 投了 要记得去投喔 谢谢大家 爱你们 希望可以去动物园 然后我想要带 我想要带长颈鹿的那个法式 我之前有一次直播的时候有带过的 但是我还没有带着那个去 去过动物园 最近大家都拉票拉得很近 因为大家都想要穿企鹅装吧 而且会拍成MV 当然想要 就是多一个曝光嘛 Hello 好晚安 周和喵喵喜欢青蛙 周和喵怎么到下来对青蛙 情有独钟 我都说Miso已经有人 已经心有所属了 去动物园想看什么动物 想看长颈鹿 想看企鹅 其实去动物园好像企鹅都是最热门的耶 国王企鹅 虽然看过 可是还是想出看 还有什么 动物园还有什么 夏天喜欢看企鹅 因为企鹅管很凉 哈哈 Miso都不知道投什么 在那边乱说有投票 在hello 我是格格的 限动的投票啦 只有24个小时 现在应该剩十几个小时 换你去投 谢谢黑猫的 kiss juju 抓到趁企鹅的空调 哈哈 气儿很幸福 高中就在动物园旁边的山上 高中 动物园旁边的高中 不太清楚是什么高中 可是这样蛮好的啊 虽然 虽然 家里住动物园附近的人 也不会每天 没事去动物园 正大附中 为什么会很好笑 蛤 家豪没有去过动物园 姐姐说要带你去耶 好啊 我们一起去 怎么都没有去过动物园 就是小时候至少有去过吧 小时候会跟爸爸妈妈一起去动物园 姐夫也没去过动物园 为什么 为什么那么多人没有去过动物园 浩浩也没去过吗 小艺头给了七七跟面面 小艺拜拜 什么综合喵喵也没去过 什么东西啊 你们真的没去过吗 动物园 动物园很好逛耶我觉得 然后自己带 我们家以前都会自己带 饭团之类的 带去动物园 那种野餐的感觉 因为爸爸妈妈都觉得 动物园卖的东西都很贵 所以我们都会自己带 好 去被动物观想 动物根本就不屑看我们好不好 我们在旁边 贴着那个玻璃那边看那个动物 哇 过来过来看我看我 然后动物都 那么不想瞄我们 不想看我们 他觉得你们这些奇怪的人 哦 因为你们想要奶奶带你们去 所以就在那边假装没去过 哎真的假的啦 真的有人没有去过动物园 香港没有动物园 嗯 真的没有吗 嗯 澳门虽然也没有动物园 但是有那种 生态公园 生态公园 啊我之前我的IG有放过 那个澳门的那个 那个什么公园啊 忘记叫什么了 反正澳门有一些那种生态公园 就是里面会有一些动物区 虽然不是说很多种动物 但是就 以澳门小小的来说有 已经很不错了 香港没有类似的地方 只去过收龙手 收龙手差太多了吧 哈喽班长晚安 但是 仓鼠去是看动物还是被动物看 我是去跟动物交朋友的 我要去动物园执行我的外交 好不好 所以 希望可以去动物园 我要去执行我的外交任务了 我扩大我的仓鼠国版图 壮大它 新竹市动物了十分钟就逛完了 所以也是小小的那种 森林之友 被狮子填牙 狮子才不想要吃小老鼠 小老鼠都不够它塞牙缝 小老鼠 上次不是去喂过草泥马吗 哦对 可是动物园的话 比较是观赏 观赏动物好像 比较不能自己喂食 牧场才可以自己喂食 我的脚好痛哦 我今天撞到家里的 篮子 然后它肿起来 所以我现在 有点 请 允许我抓着我的脚子 我真的有点 我刚才前面一直觉得好痛 可是我 想说在直播间好像不太好 真的很痛 请允许我先抓着我的脚 有差药吗 没有耶 就是 就是撞到那个 家里的一个什么箱子 对 然后 撞到脚的骨头 大概是这边的那个骨头 很痛它肿起来 但是我没有上药 因为它就只是肿起来 外面看起来是没有流血什么 但它就很痛 没小指 不是 不是撞到桌脚 就是 就是撞到家里的那个箱子 因为放在路中间 要冰敷吗 对 脚背真的好痛 要冰敷我 好吧我晚一点去冰敷 因为我今天撞到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好 就想说应该很快就好了吧 然后没想到越肿越大 我喜欢去水族館还是动物园啊 嗯 不一样 不一样的感觉 不一样的感觉 我觉得都很可爱 看到小动物会觉得很疗愈很可爱 对 但是就是比较 有一些动物吧 身上会比较重味道 会比较臭一点 但是 就是小动物很可爱 那如果是水族館的话就是比较凉 然后你就是那种 你跟水族館的鱼那些 比较不会有那么多互动还是什么 可是 你就是有一种 我很喜欢那种水族館 它不是会两面都是那个 就是玻璃嘛 然后你就是有一种 你仿佛就是 置身在那个 深海里面的感觉 就是 不一样的感觉 但是我都蛮喜欢的 冰服要在走之前做 那我来不及了 对隧道的感觉很棒 很像海底隧道 现在就觉得很疗愈 她Mina直播也像在看小动物是吗 水族館还有水母 欸 水族館 那跟动物园的水族館一样 那跟动物园的水族館一样啊 我有没有在动物园看过水母啊 好像 好像没有欸 24小时内都可以冰服 我不知道欸 真的好痛 扎卡扎卡晚安 其实我现在在按摩她 就是这样会不会让那个 总消的快一点 我是不是很怕痛的人 我是可以让她痛一下消 让她消快一点就好 啊 蛤 现在不能按摩 可是按的时候感觉没那么痛 谢谢老沙的五彩宝石 越揉肿越大 真的假的 还是我先不要碰她 肿了之后要用热肤 那我按按摩不是差不多吗 有黑清楚吗 可能没那么快 可能明天才会 对 哈喽文凯晚安 先冰好了 里面出血 可是就是小撞到没有什么东西吧 有这么严重吗 我不能给你们看我的脚 但是我觉得还好就只是小撞到而已 你 米娜脸越来越圆了 诶文凯你什么意思啊 会不会说话 哪有越来 好啦 随便好 你高兴就好 真的是不会说话 我可以冰服 嗯 好麻烦啊 不要放弃解释 可是 我不知道 我的体重是越来越轻 可是 还是被说 脸越来越圆 所以我 不知道 不知道要怎么办 好吗 我就圆脸嘛 不想要解释的啊 变清 我觉得变清 只是因为夏天到了 就是 有时候 流比较多汗 然后就变瘦了 这样子 谢谢海飞师追踪 直接已读不回 对啊 就是喜欢已读不回 我以前都是 只要有人讯息 我说朋友啊 当然不能 不能回粉丝 我说就是朋友 有讯息 我就是 那种强迫的诊 然后包括手机 有任何一则 什么 广告通知也好 反正只要有任何讯息 我就一定要全部点开 然后有讯息 一定要回复的那种 谢谢昆昆的 嗨 谢谢巴巴的 带你去流浪 反正我就是很强迫 这种那种 然后可是到现在就是 工作吧 算是越来越忙碌 谢谢太空的玫瑰 那现在就是 除了练舞之外 还有练团嘛 就是 越来越忙之后 我就突然发现 嗯 好像已经没有办法 像以前做 就是 每一个讯息都回了 就是有时候 有一些很 不知道 比如说只传一个贴图 给我的那种 我就不会去回了 巴巴都直接编辑里面 已读全部 直接全部已读 可是怕有时候 会漏掉重要的讯息啊 看讯息亮的就不舒爽 对啊 就是很强迫症 谢谢米酒的嗨 谢谢太空的玫瑰 每次看手都觉得太瘦了 你说我的手吗 跟脸比较起来吧 放在脸的旁边 会觉得咸的手好像很小 流汗可以变瘦吗 怎么不觉得 那米酒可能流不够多汗 蛤 米酒的未读 我讯息已经破签了 不行 这样子万一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你怎么知道啊 可能就没看到 我不行 我不能接受 我不能接受 哈啰 天天晚安 999加要看的浑身不对劲 对啊 就算有人找你的话 那你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有没有新的人找你啊 我不行耶 不行 我太强迫症了 那广告讯息也一定要全部点开 叮当鼠晚安 有重要讯息都会用tag的 不知道耶 可是不会有人tag我啊 tag通常是群组吧 谢谢叮当鼠的带你去流浪 广告讯息也点太累了吧 可是我觉得 用换成iPhone的一个好处 就是它不用整个点进去 它可以左滑 然后就写 标示为遗毒 然后这样子就可以 增加我阅读的速度 就是 就是不会有那个强迫症 然后整点才点开 没有 没有那么强迫症啦 就是 只是不喜欢手机有很多讯息 对而且不只是另外就是 任何的APP 只要有 有 红点就受不了 谢谢叮当鼠的新知冠 根本没有阅读 不是啊 可是有一些就是广告讯息嘛 有一些广告讯息 但你又不想要关它 你也想收到讯息 通常都是广告讯息啊 就是 有时候为了要领免费的贴图 然后就会去 加某些帐号好友嘛 然后 有时候可能会期待有收到某些优惠 我就不会把它封锁 但通常的讯息就是 不会特别点开 群组 群组我好像也没有很多 我也没什么群组 有时候都是以前那种 为了做报告还是什么 开的群组 可是现在都没在用了 连广告都没有啊 广告要自己去追 我只是为了领贴图才去的 特别是 中午12点的时候 那些广告讯息会特别多 然后每次12点多的时候 手机一震的想说 有朋友吗 然后就一看啊 广告讯息 报告的群组直接删掉 可是因为我看其他人 也都没有退群组 所以就想说 想说先留着吧 为了优惠 就很Mina 想要知道最新优惠 边缘人不知道什么是讯息 可以玩少女咖啡枪啊 少女咖啡枪会 会有很多讯息 广告贴图使用期间很短暂 一般可能会有30 30天吧 30天到3个月都有 其实我觉得180天也够用 这一天 边缘人的期待感就是广告 有时候还蛮难过 可是现在已经习惯 那个广告它的 就是差不多都在中午出现 所以中午的讯息 我就大概有预感 应该是广告吧 谢谢家豪的啾啾你哦 乌鱼虾也好 对啊不然有时候也很无聊 对啊 Kate都没在用贴图 可是我觉得表情符号 有时候不能够 那么表达我的情绪 就像那种 那种那种欠揍感 用表情符号好像不能表现的那么 亲切 没有那么贴切 每次都只有推销跟借钱 会打你手机 我的也是啊 那问题很久没有接电话了 然后每次手机有什么 电话响 然后我都会先砍 就不敢接 然后过没多久它断掉 然后我就 后来再去看一下历史讯息 就是那个广告的 整点的IG提醒就是Mina发文 但是我有 我有说过吧 我最近如果 如果没有 Mina没有整点发文 就代表今天Mina比较忙 然后为什么我前几天在 就是米酒 就是米酒 就是米 我前几天明明在 好像十点半 还是几点半 发文 然后结果米酒说我没有 我没有在整整点发文 可是明明 就是我通常在整点发文 但是有时候也会在 半的整点发文 结果还是被说 然后我就想说早知道就不等 三十分了 米酒是假米粉 哈啰 仓所克隆体 晚安 出米娜表情贴图一定大买 表情包吗 或者表情 一堆表情包 谢谢阿华的宝石 宝石 米酒不敢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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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我只是想说 我只是想说三十分 也是我的整点 谢谢证人的 kiss juju 假米酒 还是米酒 现在是假米酒 是假酒 简称假酒 仓鼠国有48个整点 我们一天也是24小时 一天24小时 有48个整点 对是没错 米酒 米酒是假酒 难怪乱说话 今天的米酒 是真的米酒了吧 好啦 原谅你 我喝 我把假酒喝了 我把假酒喝了 我要正常的米酒 哈啰大菊 哎哟 希克啊 希克啊 希克 好 奶奶在吃东西吗 奶奶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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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收菜 她在收菜 所以开冰箱 小野 庄晚安 唱鼠发文就是整 如果不是那就是你时间错了 没有啦 我没有那么霸道好不好 有时候从米娜发文 就知道米娜今天忙不忙啊 现在有罗力郎的香槟 这不是世界最可爱的人的妹妹吗 对啊 她是不是知道奶奶今天 所以故意 故意来献殷勤啊 对 杂工头七七面面组杂工 拜拜 拜拜 米娜喝酒就换米娜乱说话了啦 我一直都乱说话啊 奶奶变好贤惠 她只不过把菜放进冰箱里面了 因为天气热不收冰箱很快 就会坏掉 这样就好贤惠 对 奶奶本来就很辛苦 奶奶今天怎么了 奶奶居然做家事了 以奶奶那么懒惰的个性 今天收菜已经算是不错了 天梅下红尾 哈啰家旦晚安 下轻盆大雨 欸怎么好像有一首歌 轻盆大雨 大雨星星 不是不是这首有一首歌词 真的有唱轻盆大雨 什么歌啊 我一直被这首歌影响 谁的歌啊 大年 等一下真的有一首歌 不是有一首歌真的有唱轻盆大雨啊 轻盆大雨 啊我知道了 我知道是哪一首歌了 应该是那个 我很喜欢的刘真彤 是不是他跟香子君的那首 有唱到轻盆大雨 可解就像一看一看 轻盆大雨 快把握 我现在好像硬吃了 等一下我忘记了 有人知道吗 就是很惨的那首歌 结局 结局里面有轻盆大雨吧 奶奶今天心情很好 这今天的也是假奶奶 奶 假奶奶 我该突然觉得好像 对 好好说话 加一次酒 奶奶是不是喝了米酒 等一下哦 等一下那首歌 假的奶奶 等一下真的有吧 那个歌词有吧 都没有人知道歌词吗 嗯 结局 窗外 我google结局 然后就出现大结局 等一下啊 没有就出现大结局 然后他还说 结局 又称完结篇 结局篇或最后一集 这有什么 这有什么好解释啊 这有什么好解释啊 谁不知道啊 太好笑了啊 哈啰 紫萱 紫萱晚安 我要谈 结局的歌词啦 很好 结局 我可以加入歌词当观念日 好好好 我怎么有这么多歌叫结局哦 外国人不知道 什么哪里有外国人 哪里有外国人 无焉的结局 老哥 大局的年代 暴露年代 如果讲结局 他会先出现 看你第一个会想到谁的歌 就知道你的那个年纪了 google给我们很棒的搜寻体验 留针头 对啊 可是我今天网路有点慢 等一下哦 还是我自己想一下 分开了后 双行便在白了行 脑面的全部都是你 青盆大雨 快把我叫喜 不行啊 我怎么网路跑不动啊 好难过 歌词只有天降大雨 我网路跑不动啊 那个解释是给学中文的外国人 哦 原来是这个意思 了解了 哦有了 我看一下哦 哦 云的上空 乌云出兵你的心 天降大雨 刺痛我心 快一点 别让我清醒 哦让我清醒 我清醒了 原来是天降大雨 不是 倾盆大雨 原来如此 好吧 到底哪一首歌我倾盆大雨 好像没有 骗鼠 骗我 好了我自己记忆力不好 我记错了 哈喽开心教徒 可以男女队唱 但结局我之前唱过了 我怎么浩浩想到是无中心的床丸 碰露年纪了啦 OA0B难怪收不到 也不错了啦 至少至少有唱到雨 就找半天 这首歌里面连雨字都没有就好笑了 王力宏你不知道是有清盆大雨 真的哦 那我下来找一下王力宏呢 你不知道 老辉啦晚安 好我们来听一下王力宏 好 好像是副歌有唱到清盆大雨 飘向北方也有唱清盆大雨嘛 哈喽海珍晚安 副歌来了 我完全没印象了 他有唱到清盆大雨 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 我坚持不能说放任你哭泣 我累得像轻盆大雨 碎了满地 在胸里清醒 你不知道我为什么很小心 盘旋在你很不见的高空里 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哦真的有清盆大雨 所以真的清盆大雨的歌是王力宏 真的 今天才知道耶 果然我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的是 谢谢空夜掌声鼓励 弹基他唱这首很好听 真的我可以练练看 最近也在想要练什么新歌才好 谢谢太空的荧光棒 谢谢I'm yours 还有蠢蠢的选票 谢谢爸爸的乐动音符 想一玩 我谢谢熊熊的为你转身 话说王力宏他也是那个 那个选秀节目的导师对吧 家豪会卡哦 其他人会卡吗 谢谢熊熊 我记得好像有听过有女版翻唱耶 我现在找看看有没有女版 因为其实男Key我不太能唱 你们很顺 那家豪可能要出去再进来 可是女后期到的 好像没有什么好的女版耶 下次还是自弹自唱好了 我觉得学吉他的好处就是 你要唱什么Key 就是可以自己调整 你要夹几Couple就几Couple 夹到12 夹到12算了 夹到12比较弹算了 超难弹 自己唱自己的 我等一下给小青唱一下 叮当鼠 叮当鼠抽中我的支笔了吗 自己的Key自己抓 对啊 而且因为其实我的Key本身比较高 所以其实我唱歌的时候 常常都需要升Key 就是 以前特别需要啦 如果是去唱卡拉OK那种的话 我通常都会升Key 不过 现在的话我的声音有变比以前低 可能因为年纪大了一点 所以 所以声音有变低 然后跟唱功也有关系啦 就是因为唱歌这种事情 有些人当然是天生歌喉就很好 但即便是歌喉本身很好的人 他也是可以再变得更厉害嘛 所以包括声音的稳定度等等 就是有慢慢在提升自己 所以我现在有比较可以唱一些低音的歌 好 第四次还是第五次抽到 真的 叮当鼠抽到我的直笔那么多次了 也太Lucky了吧 羽灵石 名中注定的相遇 绿色了 米娜 对绿色的藏鼠 憨憨的运气用在抽其他东西 不过憨憨不是有抽到那个纸飞机吗 纸飞机也很棒啊 你们有没有听到 而且刚刚刚好没有音乐 你们应该听很清楚 你们刚刚有听到那个声音吗 刚刚那个是壁虎的声音 在那边啾啾啾啾啾啾的那个 壁虎的声音 对 我们家每天 每天壁虎都在叫 早上晚上都在叫 很烦啊 我不知道在哪里 就没看到一直有壁虎在叫 我们家真的是生态区 那是企鹅的叫声吗 企鹅怎么叫 不知道企鹅怎么叫 企鹅的叫声应该跟 应该跟什么很像 企鹅的叫声应该很像 鸡吧 咕咕咕 壁虎漫步很有名 对啊 壁虎漫步 要不要来听壁虎漫步 来听一下 刚好壁虎在叫我们 就来听壁虎漫步 是不是有一首歌叫 月球漫步啊 有吗 还是月球漫步是 啊 Michael Jackson的那个 那是太空漫步吗 Michael的那个叫什么 我一直搞混东西 等一下 是月球漫步 还是太空漫步啊 我先唱一下 但 你不知道是 我自己的 key 仓鼠漫步 我就已经很容易搞混了 等一下哦 所以Michael的是月球漫步 那有太空漫步吗 为什么我会脑袋出现 太空漫步 你不 诶 不知道key 你 你 你不知道 你 你不知道我为什么 好像唱的跟原key差不多耶 你不知道我为什么 离开你 我坚持不能说放任你哭泣 你的泪滴像轻盆大雨 碎了满滴 在心里清醒 你不知道我为什么很下心 盘旋在你看不见的高空里 你 多的是 你不知道的事 好吧 我觉得我清唱没有很好 谢谢综合喵喵的心之怪 我觉得我比较 拿吉他或是贝斯 一边唱歌比较有安全感 我觉得直接唱歌真的好可怕哦 我想到以前去参加学校歌唱比赛 就很紧张一直抖 就是没有乐器真的不行 很庆幸我后来去学了吉他 谢谢熊熊的礼物 还有谢谢罗莉兰一起摇摆 有这么可怕 对啊我就是有那种上台恐惧症 唱歌很可怕 但是我又喜欢表演 然后上台报告 就算只是讲话我也会害怕的一直发抖 谢谢阿妮的傻眼猫咪 谢谢新鲜柠檬的嗨 你们懂吗 就是那种上台的恐惧 就是没有办法克制自己的发抖 有乐器的话 会安心很多 真的 我需要有乐器陪伴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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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为什么我每一把琴都有取名字 就是 我觉得每一把琴都是有它的生命的 应该说 琴原本是没有生命 但自从你 你接触它的那一刻起 就是你赋予那一把琴生命 所以 要好好对待你的琴 对 哈啰红衣晚安 所以 有琴陪伴着我 我会比较安心 我会比较安心 好我们来听个壁虎漫步 刚刚壁虎在叫 谢谢坤坤的会员选票 刚出道的时候 Mina说话都会抖 我想到成员都很喜欢 模仿我说话 就是 因为上节目的时候很紧张 然后又要自我介绍的时候 就是一开始我们都会跟 大家好我们是AKB48 听听就大家一起 所以听不出我的紧张 然后开始个别介绍的时候 到我的时候我就很紧张 就是 大家好 我是Mina潘兴 因为我已经克制不住自己的害怕在抖 所以我每次 尾音 尾音 而且尾 就是二声要往上 如果是往下好像还好 比如说我 谁的名字是往下的 我看一下 嗯 空夜好了 大家好我是空夜 就是夜 你就往下了嘛 你就没有 没有让你 抖的空间 可是我的名字又刚好就是 往上的 对 所以然后我又很害怕 所以我觉得 我是拍你 就是很抖 谢谢坤坤的嗨 哈啰黄龙晚安 现在的话 现在的话 偶尔还是会紧张 就是 可能像 Mini Kong这种表演的话 已经算是比较熟悉了 就比较不那么紧张 你看很自然的 就是talking 但是 如果是上节目的话 其实现在还是会有 有一点小紧张 谢谢晨晨的新之幻 往下也可以抖 往下怎么抖啊 我们来清壁虎 好久没听啊 好嗨的感觉 其他是我的生命 乐器吧 乐器吧 我觉得乐器 虽然我现在有弹其他啦 但是我 我的最爱还是贝斯 对 上木耀室的时候毫无确堂感 会吗 其实有 还是有紧张啊 只是可能看 你们看不出来 谢谢超雷斯的嗨 这首当年蛮红的 我应该只记得副歌吧 这里是副歌哦 但我只记得壁虎漫妇而已 我觉得好生疏哦 哈喽你新的哦 好久不见 大家有粉丝绿金水看不出来 有啦还是看得出来啦 听得出我紧张 哈喽翔翔 翔翔 翔翔晚安 Rap的部分不太熟 我以前也蛮喜欢潘伟博的 因为他一样姓潘 知识自家人 自己乱说 人家是 没有想要跟我当一家人 我们团圆中谁最不会却场 当然是队长啊 施雅就是台风最好的 也很会反应很快很会接话 他是攀帅 我是攀什么 我是攀 攀鼠 我是攀鼠 手机快没电了 我手机快没电了 我要先充电一下 可是 可是我充电的话 我的那个 我就没有打灯了 我的脸就会变得一阵暗淡 怎么办 啊 你吓到我了 他里面都是麻眼 你是不是瘋狂 我知道奶奶在家 可是他开门 我还是被吓到了 现在还是蛮亮的 因为我今天有打灯啊 一个抖动 对啊 明明就知道奶奶在家 可是还是会被吓到 他现在在煮明天的晚餐 因为他下班时候很晚了 所以他就先煮著 他今天好像要做辣炒年糕 辣炒年糕 他好像说前一天做 然后这样才会 那个年糕才会把那个 泡菜的辣味吸进去 所以他前一天先煮 嚇死我 没按门铃还是被吓到了 我真的 我就说我很容易被吓 我明明就知道奶奶在家 还是会被吓 奶奶可以假的 对啊 我都知道他赶快假的 还不假 奶奶真的没被附生吗 有啦 其实奶奶 他 他 跟爷爷在一起 之后 比较常下厨 他以前 都没有下厨 都是我在煮 然后跟 爷爷在一起之后 他就有时候会 就是可能煮什么 咖喱啊 然后什么 就叫 叫爷爷来家里 说 你看今天我做了什么东西哦 然后爷爷就 哇 我看起来好好吃哦 什么 就是这样 谢谢家豪的玫瑰 又爆料 没关系他现在上去了啦 反正就是 就是那种 做料理给心爱的人吃 所以会比较有动力吧 那平常的话就是不想要做给我吃 他根本就不在意我的 妹妹的死活 我在旁边吐 对 我常常 常常奶奶他们 在讲电话的时候 就讲一下 我好想你 我也想你 然后我就经过 然后我就会讲 他们在讲话 然后经过我这样 我就会讲 然后奶奶说干嘛 那表情很讨厌 然后就 不然有时候就 我好坏 我好坏哦 哇 什么脸 不是啊 你是跟他平常 讲话差太多了 平常讲话他不是这样子啊 我跟原来 哇 原来 哇 我好坏 欠揍贴图系列 就是啊 什么嘲讽 你笑了 有一首歌有唱到壞笑 你說 啊 佛系少女佛系少女 欸 是不是啊 啊不是 是學貓叫嗎 我們一起學貓叫 一起喵喵喵喵喵 在你面前撒個嬌 哎呦喵喵喵喵喵 我的心臟蹦蹦跳 眉眼上你的壞笑 這個笑超壞 好壞喔 要被做貼圖了 我真的覺得我 我如果真的做貼圖之後會大賣 我覺得 我超多表情包的 超多表情包 我們繼續聽 我是誰 嗨 我是Mina 我現在跟奶奶有什麼不一樣 奶奶跟爺爺講電話還是 喂 爺爺 我是Mina 其實Mina很壞 Mina吃過壞蛋 Mina很壞 Mina都嗆粉絲 Mina都嗆粉絲 是假酒 開玩笑的啦 想幫我做大怕被擠 喔對啊 但如果你們用倉鼠就沒關係 寫寫CSH的玫瑰 因為我不知道怎麼唸 所以我簡稱CSH 我跟奶奶差三歲啊 米酒沒說話 米酒你在潛水啊 你進去潛水 你在米酒裡面潛水都不說話 我要把你吊上來 看是你吊我還是我吊你 換奶奶to 沒有 Mina平常就這樣子 可是平常更討厭一點 我覺得 我真的覺得我做得很差耶 我做得很差耶 我超壞的 每次都奶奶講電話我就 超壞 我其實蠻嗆的 我是小辣椒 我是小辣椒 可能是我很會吃辣吧 比較嗆一點 為什麼我的姐姐不叫姐姐 要叫奶奶 這個是一個很長的故事 對 反正 就是一個很長的故事 要講 可能要講個三天三夜 那因為直播時間不太夠 我就不細講 對 是不能講的禁語嗎 對 這是個 秘密 可是我跟奶奶之間的秘密 我怎麼浩浩知道 我有跟浩浩講過嗎 米娜跟七七誰辣 米娜比較辣 可是米娜遇到七七的時候 就會被壓制 其他人壓不了我 黃秘鼠要到米娜家吃奶奶煮的飯嗎 黃秘鼠如果要來的話 肯定是我下廚啊 讓黃秘鼠吃吃 吃吃鼠的廚藝 也可能會買外面的啦 那種 有時候還 滿想念以前小時候家裡會買那種 披薩啊 還是炸雞桶 那種全家餐 就是 偶爾會有什麼節日 然後這樣子慶祝 但是長大之後 因為 對 主要不是長大不長大 主要原因是因為跟家人分開了嘛 所以 我跟奶奶兩個人 有時候就突然會很懷念吃那種 全家餐 可是我們只有兩個人 就沒辦法 他炒麵糕 我看看 好大鍋 我長過兒跟我去海國吃到味道一樣 我的手 黃秘鼠用食物就可以解決 對啊 黃秘鼠是個很容易收買的人 奶奶要給粉絲看嗎 奶奶不可以給粉絲看的 奶奶是幕後長進人 剛剛又驚嚇嗎 沒有 沒有 還好 因為剛剛我聽到腳步聲 沒有 奶奶是機關槍 七七是大炮 這比喻好神 沒朋友獨居買了吃不完 可以找 找米粉們去你家吃啊 可能要買三條吐司 要買三條吐司給黃秘鼠嗎 吐司太普通了吧 肚子突然好餓 你們都還沒有看到 你們都還沒有看到就餓 看奶奶的食物不是看奶奶 對不起 好 給你們看一下奶奶的辣炒年糕 這算辣炒年糕嗎 可是它不是炒 它是湯耶 其實韓國的只有是這樣 真的喔 然後再拿去長炸雞 或者是去 它主要是醬 雖然叫辣炒年糕 它醬很多 因為還要沾那個什麼 紫菜飯卷 給你們看看 這個是 這個是洋蔥啦 這個是洋蔥 這個才是年糕 沒有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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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甜不辣 年糕就長這樣啊 我要先吃洋蔥 以為是干貝 沒有那麼高級啊 但是就是簡單的 只有洋蔥跟這個 年糕而已 但是我應該吃的時候 會加起司吧 因為我是起司控 看起來不夠辣 我來試試 甜辣甜辣的 有辣有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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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來吃這個 年糕 年糕 甜辣是台南人口味嗎 但奶奶說他之前去韓國的時候吃到辣炒年糕就是這樣子的耶 好好我都沒有吃過韓國 但奶奶說韓國就是這個味道 因為他是用韓國的辣醬去做的 我真的想離開一段時間 我沒有去過韓國 來吃吃看韓國的味道 奶奶從韓國學手藝回來了 いただきます 很Q耶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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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嗎 小辣 如果可以再辣一點就更好了 沒有辣椒粉 你把家裡所有的辣椒都丟下去了 我今晚起得好好吃喔 跟今天的明娜一樣小辣 挺麻煩去 我在客廳直播嗎 對啊 在房間直播不太好吃東西吧 對 奶奶 對奶奶去韓國是去出差的 不過他去韓國也吃很好耶 有跟臉頰一樣Q嗎 有喔 好吃 我喜歡吃辣 我覺得比外面賣的好吃 這個年糕也好吃 因為有的年糕不好吃 有的年糕不Q 這樣想要做炸雞耶 可以配著吃 而且不覺得夏天吃辣的很 很舒爽嗎 吃辣的流汗 很舒服 現在也笑剩的真情告白 奶奶好手藝 對啊他去出個差有沒有 然後他學了手藝回來 感覺也能做BBQ機 BBQ機 喔你說丟肌肉進去嗎 可是我不想破壞年糕的味道 買份炸雞沾那個醬就可以 是也沒錯 可是覺得也可以自己做 不讓我盼望 心魔理由 謝謝孝賢的嗨 還有謝謝Akia的新之冠 弘毅幾歲 弘毅你最好是給我 只有15歲 不然你一直叫我姊姊我會生氣 年紀我大於15歲 還一直叫我姊姊我會覺得很討厭 又沒有多小一直叫別人姊姊 也不是不喜歡人家叫我姊姊 就是 沒有必要刻意叫姊姊 就是我跟粉絲 我跟你們是朋友 就是你跟朋友講話你會一直姊姊姊姊嗎 不會吧 我要叫巴巴姊姊 不是啊我跟你們是朋友 跟朋友講話不會叫姊姊 七七才差兩週 我平常也沒有叫 七七姊姊好不好 就是 就是 要拜託七七事情的時候 就 七七姊姊姊人最好了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教我這個動作怎麼跳 謝謝名利的嗨 然後都會被七七先揍 好人卡 魔力狼不要哭哭 不痛不哭 眼淚是豬豬 他還不掐死我 嘿嘿嘿 也可以叫中和喵喵姐姐 中和喵喵是男的好不好 好 你們 沒有我們是平輩啊 我們是平輩的意思 TTP沒有輩份之分 也是有啊 還是會有分前輩跟後輩 但是我自己沒有很喜歡 我會說過很多次吧 我沒有很 什麼 什麼前中天後輩 就是我 我個人是沒有很喜歡分 什麼前輩不前輩的 就像我以前玩社團也是啊 就是即便在學校是 身為學姐的 但是我也不喜歡人家就是一直 就是 我不喜歡有那種備份之分啊 我可以跟一年級的學弟妹一起掃廁所 沒關係 我覺得這樣比較 比較親民一點 就是我不喜歡高高在上的 禮貌問題而已 是沒錯啦 但是我覺得不要太超過 不是倒太無理 因為就算是平輩好了 就算是平輩 但是如果很失禮 也會讓人家留下不好的印象吧 二騎生還是會叫前輩 對 二騎生會叫前輩 可是 我是覺得不用太 太害怕 因為我們 我們也不會 也不會吃掉他們 還有只是 你是我的關鍵 謝謝孝賢的新知冠 我是覺得可以不用叫我前輩 因為每次都 Mina就是Mina 你要講Mina前輩就四個字 四個字 沒有而且Mina Mina前輩 六個字 不覺得 感覺很多嗎 我會叫二騎生 不用叫我前輩嗎 嗯 我會講 可是他們還是會習慣叫前輩 所以我就覺得 算了 叫的順就好了啦 可能 可能再久一點 英文啊這樣算 Mina前輩 Mina前輩 六個字 他們叫上有禮貌 對啊 他們很有禮貌的 這就是 林俊傑的歌 這就是 林俊傑的歌 這就是 想說奶奶特別的有反應 這是奶奶的舊愛 奶奶的舊愛 奶奶的舊愛 切來孝賢的樂動音符 為什麼 因為有一次他上節目 一直不懂他流汗 我跟他話不大 切來孝賢的樂動音符 為什麼 因為有一次他上節目 新歡 新歡是爺爺 沒錯 爺爺如果看到奶奶 還很喜歡林俊傑 會不會吃醋啊 我們的故事 才正要開始 我其實算知道耳朵會痛的梗嗎 應該不知道吧 他們應該會覺得我很奇怪 不要讓他們知道 拜託你們不要讓他們知道 爺爺會唱歌嗎 會啊 好像爺爺沒事就會唱歌 但爺爺唱歌我好像都沒聽過 他好像唱台語有多 爺爺 爺爺聽說喜歡唱台語歌 我不太知道 爺爺是我誰 就是我奶奶的男朋友啊 這什麼問題啊 就已經叫爺爺了 還不會是我的誰 我真的要笑死 原來是菜小虎 什麼菜小虎 一年前的綠草地區會 七七叫爸爸學我 為什麼爸爸要學我啊 這什麼要求 決定握手會帶耳朵去 真的假的 哈哈 帶耳朵 好衝突喔 沒看過 趕快去找影片標記 什麼影片 林俊傑跟爺爺掉到水裡 奶奶會救誰 奶奶當然會救爺爺啊 因為林俊傑是她的舊愛嘛 不知道因為爺爺奶奶好吵 爺爺是我的姐姐啊 不要再問了 不是 怎麼在講什麼 爺爺 不是 不是不是 奶奶是我的姐姐 我剛才講什麼 我剛才講爺爺是我的姐姐嗎 不是我講錯了 等一下爺爺是男的 我剛才講錯了是不是 我可以 等一下 不是啦 我怎麼 我剛才怎麼會很理所當然的說 爺爺是我的姐姐 不要再問了 我在講什麼 不是啦 爺爺是爸爸這型男嗎 對對對 爸爸跟爺爺是同一類型 就是 短頭髮然後戴黑框眼鏡 我在謊神 我怎麼會講錯 不是啦 奶奶是我的姐姐啦 我都忘記我剛才講什麼了 越苗越黑 笑死 爺爺和奶奶叫進水裡 林俊傑會先救誰 會先救我 因為我掉進水裡 我會一邊唱林俊傑的歌 然後他就會來救我 謝謝空葉的掌聲鼓勵 爸爸的頭髮沒有爺爺短 對爺爺是平頭 我沒掉怎麼救你 為了被林俊傑救我 假裝 假裝丟到海裡 謝謝孝賢能躍動音符 蜜水還唱就根本是人魚了吧 就是我 我是美人魚 我是綠色 綠色的是那個 畢色珍珠音調 欸 欸是嗎 對 綠色 畢色珍珠音調 畢色的那隻叫什麼 忘記了 綠色的叫什麼 珍珠美人魚 我忘記叫什麼了 喔 麗娜 珍珠美人魚 這10% 撐得住嗎 還有6分鐘 我可能我先拔一下燈 可能會稍微暗一點 我先充個電 比較暗淡了 因為剛剛那個插頭我拿來接電 接直播的燈 看起來還好嗎 我愛你 那充個電 我來聽聽看 麗娜的歌 麗娜的歌 叫Star Joe 可是這首好好聽 我不想先卡 等一下再放 對 在水裡唱歌就是我 我是美人魚 我是動願麗娜 為什麼我一定在充電了 他還跳出來寫 電量不足 好 我們來聽麗娜歌 我說麗娜歌是什麼旋律 我記得麗娜聲音也是比較低的 是不是 有 比較成熟的聲音 有有聽過耶 幾十分的遙遠 無法掩蓋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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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設定是姊姊 有了很有姊姊的感覺 我只會唱副歌 我完全對主歌沒印象 啊 啊我有印象耶 以前超愛珍珠美的 其實首歌還蠻好聽的 從而不是尋找著失落的夢想 壞心情還包圍著我 如果唱歌可以讓我變得勇敢 即使被大雨跑我送 for you 如果可以迎接一個重生的教程 我會用同樣的熱情來面對生命 邂逅或者相逢奇奇 讓勇氣激動 相信我將終會成為主打 善罷愛的鋒馬 王子 王子來救我 我還記得耶 我覺得好厲害 先有茄子啊 企鵝的櫻光棒 剛才有點小唱錯 相信我將 喔 我將終會 綜合喵喵眼睛也尚重 我要再唱 我要再唱 如果歌唱可以讓我變得勇敢 即使被大雨保衛Song for you 唱著熱心聲 要洗下美麗的願望 我將找尋出那祈禱珍珠的光芒 即使分開遙遠 無法掩蓋主打 將新命運 明明爭 牽引著我 帶上雨的地方 耶 喔 這個吉他帥有點吉他 謝謝Akira的音樂園幫 謝謝太空掌聲鼓勵 謝謝中和喵喵 唱上雨喔 我在等我的王子救我 通常是他們救王子 王子很弱耶 我怎麼王子一天到晚等著美人魚公主去救呢 王子不是應該要英雄救美的嗎 謝謝蘿莉郎的一騎搖擺 蘿莉郎有聽過這個歌嗎 還是這個有粵語版 好像沒聽過粵語版 王子體弱多餅煩了吧 開嗆王子 謝謝孝賢的樂動音符 好 欸 不是 想幸福中將會成為主打 Ju Star 覺得這首歌很可愛 Ju Star Ju Star 有日文版 日文版好像也滿好聽的 還要唱什麼歌 好像還有時間唱 因為我剛才有晚開 但這首日文歌 我不會唱日文版 你們要聽別的美人魚的歌嗎 還是你們要聽正常的歌 就是想要唱英文的地方 對啊 Ju Star 謝謝姐夫的喝茶 謝謝嬌嬌嬌 不要說的好像美人魚不正常 其實珍珠美人魚本來就是一個很 很不正常的卡通啊 也不是說不正常的卡通 小時候很愛看 可是你想一想就會覺得很荒謬的劇情啊 謝謝孝賢真情告白 就是 為什麼美人魚唱歌明明就那麼好聽 然後對方聽到 就是很荒謬啊 就是很荒謬啊 聽人家唱歌通常是很難聽的才會頭痛吧 我是 潘虎 我是海志王 其實潘虎唱歌也沒很難聽啊 他也沒 其實 他其實有在拍子 對啊 他其實 其實在拍舞唱歌也沒那麼難聽啊 莉娜還有另外一首歌 叫 欸 不然已經打到廣告 叫 Peace of Love 也是莉娜歌 好啦因為我今天穿綠色 我們就來放莉娜的歌 看我有沒有聽過 應該是沒聽過 莉娜怎麼那麼國際化 不愧是外國人 Lina 都唱 都唱英文歌 雖然裡面只有唱的 只有歌名是唱英文的 美人魚本來就傳說唱歌很好聽 對啊 其實美人魚的傳說我是有看過 介紹 就是說 真的 真的有美人魚 但是就是 可能沒有那麼好看 就是因為 畢竟是住在深海裡嘛 然後就是皮膚比較重 就是像 比較像魚那樣子 但是聽說美人魚唱歌 是真的很好聽 然後常常會 讓 男生聽到 就被他們吸引過去 謝謝叮噹鼠的 蜂蜜檸檬水 欸我對這首歌比較有印象 我以前好像很喜歡這首歌 對 但是 對聽說會騙 騙很多水手 然後不知道去幹嘛 對啊可是 就說明美人魚唱歌 是會吸引到人 可是 美人魚的故事裡 卻是 壞人聽到會覺得頭痛 所以很 蠻奇妙的 我手機剩6% 喔 你說你的手機 我想說 為什麼看得到主播手機剩幾% 被Mina騙陸坑 我怎麼會騙你們 美人魚的故事有很多 有美好有恐怖 對啊 就看你們喜歡哪個 不過一般人還是不 因為把美人魚的故事想的蠻好的 你看像小美人魚什麼 就是覺得美人魚是蠻美好的 我命運中的 我命運中的 Peace of love 寫過我的心的 Peace of heart 我發現Lina的歌 對我來說 Key有一點低 有點難唱 昌左的故事也有恐怖跟美好 哈姆太郎故事有恐怖嗎 像水來遙遠這條路很漫長 卻不能就這樣放棄不向前去 只要我的心中裝滿愛充滿 望遠望會實現 我要向風祈禱 我要向雨祈禱 就算現在將有暴風雨的雨看 我會相信這全部會結合 唯一最真實的那piece of love 為我們的相遇片的flow 這首Key好低喔不唱啊 Key太低了我好壓我的聲音 不舒服是可以唱低但是很不舒服 謝謝Akina真情告白 謝謝阿華的嗨 謝謝Key太掌聲鼓勵謝謝小米的 月動音符 這好是有現在送喔 Mina也會說話是會很恐怖嗎 怎麼有一隻綠色的倉鼠會說話 謝謝成人的月動音符 好啦想一想 家裡養的藏鼠都那麼聰明還是很可怕 我可以唱翻唱吧 可是如果要翻唱珍珠美人雲的歌 我要選一首我最喜歡 我最喜歡的應該是 沙羅的歌吧 但好久沒停有點忘記了 我上次是不是有唱過沙羅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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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沒結到可愛的鼠 給你們結一下 綠色老鼠 沙羅總聽 沙羅的歌很好聽耶 而且其實 雖然我聲音蠻高 但我就是蠻喜歡 比較沉穩低沉的聲音 一直有廣告啦 好啦我現在 時間差不多我來唸一下排名 怎麼開始喜歡聽珍珠美人 珍珠美人是很多人童年的回憶吧 半年前的檔案 氣了怎麼突然不半年前的檔案 有一集狂唱珍珠美人 就小時候超愛看啊 但我記得沒有唱過莉娜的歌 因為那時候不夠 那時候不夠時間 就唱了比較著名的幾首 莉娜的歌好像沒有說特別 特別人氣 好 那我來你先聽今天的排名喔 今天的第13名是文凱 謝謝文凱 12名是富偉哥 謝謝富偉哥 我發現第14名是葉蘭 他也是120轉 所以謝謝葉蘭 第11名是姐夫 謝謝姐夫 第10名是喜樂哭馬 謝謝喜樂哭馬 謝謝喜樂哭馬 第9名是開心教徒 謝謝開心教徒 第8名是熊熊 謝謝熊熊 第7名是孝賢 謝謝孝賢 恭喜孝賢抽到紙筆 不過我的紙筆是不是 是不是有一些字掉了 是季區的時候掉了 是不是 第6名是巴巴 謝謝巴巴 第5名是夏娥 謝謝夏娥 第4名是叮當鼠 謝謝叮當鼠 前3名 第3名是阿基拉 謝謝阿基拉 阿基拉 是在吃什麼東西 這是貓嗎 第2名是家豪 謝謝家豪 第1名是蘿莉郎 謝謝蘿莉郎 蘿莉郎怎麼喜歡那種臭爪的表情 謝謝蘿莉郎 謝謝大家收看今天的直播 是拍的問題 我想說自... 自胡調 那我以後不要用那麼淺的顏色寫了 冰冰晚安 播成晚安 我要... 我要準備結束直播 不過很快又能跟大家見面喔 下次直播就是明天中午12點了 所以大家再過13... 13個小時 我們要再見面了 那大家明天見囉 明天上班加油 堅持到中午又可以見面了 明天中午可能會吃辣草年糕當我的午餐 大家晚安 明天應該更入味了吧 好期待明天的到來 不要睡過頭 爸爸在跟自己說話嘛 今天提前爆雷 糟糕被爆雷了 今天沒有看直播的人不知道 好啦 大家晚安囉 拜拜 巧克力晚安 記得睡過頭什麼意思啊 不是吐司都好 你們不想再看米娜吃吐司了是不是 看到很無聊 好啦大家晚安 拜拜 Flash拜拜 空夜拜拜 姐夫拜拜 玉超晚安 小千晚安明天見 小千不要睡過頭喔 只看一下晚安 小千 叮噹鼠玩開心教徒 拜拜 晚安 切子晚安 拜拜 謝謝小千 拜拜